對於我們來說,除了生意外 同時也是一個和大家有音樂上交流的平台 我叫阿Lam,是工程文員 對於音樂的認知是在中學的水平 平時都喜歡聽流行音樂 當初想創業是因為長遠的目標 是為了生活有多一種選擇 因為打工好像很平凡,可以儲錢 但就有一定的限制 而自己擁有自己的事業 是不容易,是不輕鬆 不過相對之下,就好像比較自由一些 創業之前,其實我和一些做生意的朋友 和我爸爸以前都做生意的 就和他們聊聊天 了解一下做生意 最初要有什麼準備 中間會有什麼困難 都先預先準備好 為何選擇音樂行業 是因為機緣巧合 教育是一個很有意義的事 知道公司有意擴展他的事業 也會提供很多幫助給家民者 所以就選擇了這個音樂行業 其實是經朋友介紹Partner Music 對於這間公司 了解了正心 就發現其實是有很大的發展空間 對於家民者來說 其實是一個很好的成長機會 因為Partner所制定的家民者模式 是很全面、很貼心 而且會很聆聽我們的需要 有商有良 也會給我們很好的意見 始終我們在創業方面都很新 Partner真的好像一個導師 教我們去行創業的路 Partner在我們開業之前 給了很多支援我們的 有選舖、選地址、幫我們談租金、 裝修議店都會跟我們談 還有很多我們未知的創業計劃 或者培訓 都已經幫我們安排好了 加盟了Partner Music之後 其實Partner Music 改變了我們對家民的想法 以前只是認為 扔一塊錢出來 一定賺錢這些叫加盟 其實不是 Partner Music 令我們了解了這個業務 是更加有重量的 除了Partner Music 提供了一個全面的音樂課程之外 同時也都以培訓出音樂人才為他們目標 更加著重是想大眾和社會 對音樂的認識多一些 無論是學生小到幼兒 或者是年紀可能是退休人士 他們都可以有機會 去接觸音樂的範圍 有古典音樂 同時也有一個流行音樂 可以擴闊到大眾、學生 對音樂的視野 而且對於我們來說 除了一個生意之外 同時也是一個 和大家有音樂上交流的平台